大家好,我是彭子 今天到市区来了 网上认识个客户,也是介绍混景图 这边是在 文景路 那边是明光路,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这边繁华的很,是吧 我记得,应该是六七年前 六七年前之前 说是准备在这边 买房子 然后有一个人把他拉过来 就是挨着文景路这边 之前应该就是首创 当时可能是六七千 刚才我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人家现在就一万五六了 但是他 整个西安房价这边反正一直在 二只房,反正一直在跌着 整个客户现在时间没到 美不美 这是财富中心 这是西安北交的封城12路 这边是文景路 那边是挨着西边的明光路 反正这边 之前这边很偏 应该是六七年前吧 之前我在 就明光路那边 之前那边有个 这边是个首创国际嘛 然后那边有个 续景从圣元 当时过来感觉偏的很 这些北交大家可能知道 丰城五路啥 哎呀 六七年前 一说那个丰城八路 十路啊 偏的不行了 之前这边也是 但是修了一个高铁站 也就是西安北站以后 这边发展还可以 尤其之前这边 挨着这边 这是首创 首创反正也搭得很 你之前有认识 朋友在里面 从来的地方停车 哎呀 就来 就是一个双车道 但是停车特别麻烦 但人家这边发展是好 是比我们草滩好点啊 但是从这 到草滩那边开车 也就15分钟左右吧 但是我感觉还是我们草滩好 所以说 之前不是 就是待我爸在西安待一段时间 我爸一直不惯 好多网友说 你看 朋友在寺里面肯定老人不习惯嘛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我现在因为在草滩也待了十多年 你看这 但是感觉还是草滩的环境啊 各方面也不堵车 这两年西安的房子 二手房吧 不管新房二手房 反正都不打好卖了 放盘还是比较多的 挨在那边 看 看首创这个盘是比较大的 什么首创那个国际城 曼香郡 还有汇通也在那边 包括那边地铁口也在那边 反正是 之前是 西安二手房也是比较 咋说了比较高一点 这两年 从前年开始 大家知道我是搞混凝土的 我们的不好卖了 就说明他们房子才不景气了 二手房反正是也在降着 但是也没有说大家降的 你看好多网上看的 哎呀 鹏子你看来西安房子七八千买 我说不可能 七八千都是小产权的 网上很多 咋说了 也搞自媒体啊媒体 或者是搞房产的 太不负责任 他们都发的小产权的 西安房价 原价什么一万六七 现在七八千 什么 吐血大处理 反正大家反正多对比吧 没有这么 你想想 正常的一个房子里面 一万七八 他七八千卖 肯镇里面有啥 要么就是安置房 城改房之类的 哎 再等一下 人家在上面打了电话 人家在上面见客会客了 咱再等一会 反正在这给大家便便 那西安这两年反正发展 我们北郊发展还还可以 但是相对于 就是 南郊这边 因为他发展是个新兴的 尤其现在北跨以后 就是 人家就是 之前你看大家往北边去 就秦汉这北跨第一站啊 什么京开北跨的先例啊 还是希望咱尽快把北郊发展起来 看着 好了 没事就给 反正是房子 我们接触 因为混凝土跟房子有关系嘛 所以大家买房子也要慎重 这两年就是如果改善 你可以买 如果投资的话 一定要慎重 就之前给大家开玩笑说 一定要无紧钱袋子 挣钱 尤其这两年 哎呀 经济衰退是吧 不止说咱咱这全球经济衰退 五号钱袋子 好了你看所以手创还是比较大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在这 感谢大家 观看